本期五个恐怖故事 故事一座父童子 明日相遇久违的朋友们视频聊天 他们聊了很多 包括上学时的事 包括工作 包括男人 以及对未来的畅想 总之 他们聊得很是愉快 仿佛回到了当年在一起的时 那种气氛 可如今步入社会 每个人都身不由己 即使是短暂的视频聊天 也不得不因为各种琐事暂时暂停 既然如此 但明日香就表示 十分钟以后再聊吧 当明日香去拿啤酒的瞬间 缝隙中好似有道视线在盯着他 不过当时的明日香并没有注意到 其实明日香毕业这些年 他出了一本书 上了杂志封面也拿了一些奖 算是小有成就吧 成就的旁边有个小箱子 箱子的最下格里有一本灰本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明日香就把他拿出欣赏了 这是一个叫做福童子的故事 原野的世家名门之中 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镇上读书的金冤家的女儿回到家后 他在家中的走廊里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男孩 两人互相对视几秒后 女人猛的猜想他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做福童子 果然 想到这的瞬间那个男孩就这样消失在他的面前 据说那个时候家里住着做福童子的家庭不在少数 人们都说家里迎来了这位神灵 那就一定会大富大贵 当然如果他一旦离开这个家也就会慢慢衰败 相传 山口村一位叫孙左卫门的长者家中就住着两位女童神灵 有一次山口村的一位男子出门办事回家时 他在村口就看到了两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童 男子下意识地向他们问道他们从哪来要哪去呢 女孩们听后回答说自己从山口村的孙左卫门家而来 要去对面村子的某某人家去 听到这 在看他们怪异的样子 男子猜测他们应该就是孙左卫门家的做福童子 而他们的离去也变相地说明孙左卫门家要垮台了 果不其然 几天后孙左卫门家的庸人在马棚中发现了一条大蛇 这条大蛇浑身通白看着就很有灵性 当时孙左卫门得到这个消息便吩咐庸人们不要杀他 说把他放掉即可 可庸人们阳奉阴违的还是把他杀了 之后古怪的事情发生了 大蛇死掉的瞬间竟然有无数条蛇从各处爬了出来 可这样的行为不但没有吓到庸人们 反而是让他们变得更为兴奋 最后他们把所有蛇都杀掉了 在后来孙左卫门家院子里的离树下长满了许多罕见的蘑菇 孙左卫门知道后又吩咐庸人们不要吃 除掉即可 但有个庸人不听话 晚上做饭的时候把这些蘑菇放到桶里和麻干一起搅了 就给他们端上桌了 然后这个家中二十几口人都吃了毒蘑菇 当时孙左卫门不到七岁的女儿在外玩耍没吃到 最后也就只有她自己活了下来 没过多久 孙左卫门一家出事的消息传到了各地的亲戚耳中 他们纷纷前来搬走了孙左卫门家里的所有东西 唯独留下了这个七岁的女孩 至此孙左卫门家一夜没落 而这个女孩长大后也没有在家 选择孤独终老 当她也死掉之后 这个家就彻底绝后了 而两个女童去的另一个村里的那户人家 反倒是突然兴盛了起来 直到很久很久 他们都过着很是富足的生活 以上就是绘本中作福童子的故事 看完整个绘本 用了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当明日香再次回到电脑前的瞬间 两位好友已经等候多时了 可此刻他们表情严肃 都问明日香家是有小孩吗 明日香听后一脸猛逼 说自己都没结婚拿来的孩子 他疑惑的瞬间 并不知道一只小手搭在了自己的大手之上 他四处张望 此刻各听除了他自己根本没有人了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其实明日香是知道他的存在的 所以故事二雪爷的奇妙物语 一个大雪天 小芳到老乡家求助 敲门的时候没回应 可进屋后他就发现了一个老太太 小芳见到他后就很紧张地和他解释 要他千万不要误会 说因为雪太大的原因车子抛锚了 自己来只是想接个电话向外求助 而这个老太太听后并没有责怪他的到来 然而还请他喝美味的咖啡 一杯咖啡入度之后 小芳感觉自己终于活了过来 可当他想向老太太了解这里的位置后 老太太没有回答 只是说今年的雪确实比往年都要大一些 说每年下雪的时候在这山里都会丢几个人 那么这里的位置到底在哪 小芳再次向老太太问道 老太太还是没有回答 说小芳咖啡没了自己再去给他倒一杯 花后不管小芳的直接走掉 当老太太走后小芳开始打量四周 于是就发现了这本绘本 绘本中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一个大雪天 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大山深处下着鹅毛般的大雪 大雪夹杂着大风让四周白萌萌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一个叫道雄的男人在山中迷路了 既然走不了 他干脆坐在雪地等待暴风雪过去 可暴风雪还没过去 那恐怖的雪女竟随风飘来了 在道雄没反应过来的瞬间 他轻朝道雄的脸上呼出了一口如冰般的寒气 让道雄头痛万分 意识也在不知不觉间模糊不清 而后这个雪女就开始一点点的吸食着道雄身上的精气 就像是在慢慢品尝一般 另一边 女孩躺在床上睡得正香 突然房间内的灯被人打开 女孩朝着门口看去来 这竟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男人 她说有事要拜托女孩 请女孩务必和自己出去一趟 当时看着男人很急迫的语气 善良的女孩猜测她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于是想都没想的就点头同意 再来到大街上 女孩很害怕 但从这个小小的男人身上 她竟然感受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安全感 之后女孩想问她要带自己去哪 可男人根本不回答 很快他们来到郊外 一阵旋风突然袭来 男人立刻用手中伞护住女孩 但一切都发生的太快女孩根本没注意到 话说这里真冷啊 女孩想与男人搭话壮胆 可这个男人却死死的盯着远处的一只黄皮子 因为刚刚的旋风就是她搞出来的 之后又走了一会 他们偶遇到一群下山的人 只是他们聊得太投入 并没有发现走来的女孩及男人 当女孩靠近他们后 她听到了他们的窃窃思语声 只是那似乎是女孩从未听过的语言 男人带着女孩朝着山上走去 突然远处传来了地面震动的声音 接着他们看到一群单着脚的怪物从他们面前跳过 他们暂时拦住了他们的脚步 等他们走过 男人和女孩继续向雪山深处深入 可女孩越走越担心 她怕自己走得远了一会 回去晚了那明早会起不来了的 那样自己一定会被妈妈骂的 而且明天她的爸爸也会回来 她应该也会说自己的吧 女孩越想越担心越想越不安 但就是这时一旁的男人突然拉住了女孩的手 她告诉他闭上眼睛不要动 并且一会不管发生什么都一定不要睁开眼睛 虽然女孩不知道为什么 但她还是乖乖照做 随着女孩闭眼之后 一个很大很大的怪物从他们面前走过 大怪物一边走着一边埋怨着 说这雪吓得太大了 自己都找不到猎物了 自己都快饿死了啊 刚说到这 她灵敏的鼻子就闻到了一股人类的味道 于是她开始四处寻找 说来也巧 这时正好一团血从树上掉落 她把女孩惊得下意识睁眼抬头 然后她就被这个大怪物发现了 看到她大怪物开心坏了 立即朝着女孩伸手把她抓了起来 虽然女孩看起来小得可怜 可再小也是肉啊 大怪物很满意 而男人见到这则吓坏了 立刻朝着大怪物喊道快放开那个女孩 不过她长得太小了 声音太小了 即使她用尽全力的嘶吼大怪物也听不到 眼看着女孩就要命丧大怪物之口 男人则赶紧爬到大怪物身旁的兵树之上 则用尽全身的力气拼命地朝着大怪物挥动手中伞 她一次一次地摇着扇子 片刻之后她的努力有了效果 大怪物被她扇出一个喷嚏 打喷嚏的瞬间下意识松手 并把女孩喷得老远 让女孩从这座山以下就飞到了另一座山上 此刻这里有个雪女正在用餐 突然雪女一惊 再想躲已经晚了 女孩从天而降一下砸到她的腰上 她砸断了雪女的老腰 让她一下就贪婪地倒在雪地之上 很久之后雪停了 男人找到了她 她把女孩送回了家 而道雄也醒了过来 她有了方向也慢慢朝着山下走去 第二天 当闹铃响起的那刻女孩起床了 当女孩去上学的时候 她并没有注意到此刻就在门边的鞋柜上 这个摆剑与昨夜的男人一模一样 在她的身旁还有个女人 绘本到这就结束了 小芳看后轻吐一口气 可在抬头她猛然发现 这里竟然完全变了痒 房间内没有了刚刚的温暖症间 到处破乱不堪遍地都是猪王 明显一副很久没人居住的样子 小芳被眼前的一目惊占了起来 可紧接着一阵寒风透过门窗吹进 吹得小芳瑟发抖 她下意识要离开这里 可迈步的瞬间她在脚下发现一个人偶 这是什么意思呢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那么故事三来吧 来吧 小芳是一家网吧的管理员 这天工作的时候 恍惚间她就听到一个声音在叫她 然后小芳随着声音 就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宝箱 这里的电脑是开着的 却没有人 电脑屏幕上还有个怪怪的视频 可她没能引起小芳的注意 小芳上前下意识想要关闭电脑 结果发现做不到 按什么键子都不好用的那种 就在小芳很是疑惑的瞬间 电脑屏幕上突然就出现了一个画面 她把小芳吓了一跳 再细细看去那竟是一个电脑绘本 里面讲的内容是一个叫来吧来吧的故事 一天一个小男孩和几个朋友 在城郊的古庙附近玩爽 突然间不知从哪来了呼唤声 男孩听到了转过身却没看到人 当时男孩没太在意 很快时间来到了傍晚 他们准备回家了 就在这时男孩又一次听到了那声呼唤声 男孩下意识停下脚步四处张望 一旁的小伙伴们见此就问她是怎么了 于是男孩就把听到呼唤声的事对他们讲了 可这里好像除了男孩 其他人根本没听到那个什么呼唤声 之后男孩便带着忐忑与不安走在回家的路上 可突然一阵龙卷风从前方袭来 他一下子就刮走了男孩的帽子 同时也让男孩看到了那个呼唤他的东西 此刻在那飘洋的尘土沙粒和落叶的风中 有着一双超大的手 他向前伸出仿佛在抓什么漂浮的东西 这恐怖的一幕把男孩吓坏了 他当即把自己的所见告诉众人 结果根本没人相信 晚上当男孩刚躺进被窝 他卧室内北面的窗户就想了 这扇窗户和别的窗户有点不一样 窗户外有一面混凝土墙 墙与窗之间有一条特别狭窄的通道 这条通道刚好能勉强通过一个人 此刻的男孩非常恐惧 他缩在被窝里小心地向外问道 是谁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随着男孩的声音响起 那敲窗户的声音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窗户再被一点点打开 紧接着一只惨白的手就伸进来 见到这男孩就更怕了 他立刻用被子捂住头 躲在被子里哇哇大叫 然后他就清晰地感觉 有个什么东西趴在自己的背上 附在自己的耳边 轻声对自己说道 绘本故事到此结束 小翔回过神的瞬间 发现这本绘本为何会在自己手中 而且此刻的他是怎么进到电脑屏幕里了呢 随后小翔的身影慢慢模糊 模糊到外面的人根本认不出他 接着他就看到自己的同事走了过来 如开始的他一样 发现电脑开着的屋子却没人 所以他当即走进屋子准备关闭电脑 却又如小翔之前一样根本关不掉 不过男人却不像小翔那样纠结 而是直接拔掉电源 这一下电脑总算是关闭了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回过头再想想小翔刚来到这个包厢时的一幕 那个消失的客人应该就是进了电脑屏幕里了吧 如果小翔能像男同事那样果断地拔掉电源 估计他就不会不耐为倒霉客人的后尘吧 那么故事似合同 此刻的小帅很不开心 四个人只有他自己干活 不干还容易挨揍的那种 可这卫生越收拾越难收拾 不知何时这里的地上会有这样黏黏的类似血块的东西 小帅顺着这东西的源头寻去 于是就看到了一本绘本 里面讲了一个叫合同的故事 原野一带 在河岸的沙地上曾发现过一些足迹 大小类似猴子诱惑着小孩的手 可又没有清晰的手指印 所以人们猜测这应该是合同的足迹 原野这片的合同与别的地方不同 这里的合同全身是红色的 左左牧家的院子里有三棵胡桃树 据左左牧的曾祖牧说 他小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在院中玩的时候 有一个全身通红的孩子就躲在胡桃树后 偷偷地看着他们 现在想来他就是合同吧 他们这附近有个叫老子园的深水潭 有一天一匹马来到这里喝水 突然就被合同缠住并想把他往水里拽 结果合同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低估了马 他不但没有把马拽下水 还被马给带回自己的马棚了 为了不被人类发现 合同只有把马槽翻过来 躲在里面 可最终他还是不幸被人类抓到 不过人类并没有伤害他 而是和他约法三章 只要他以后不要再伤害路过的人或马 他们就放他离开 合同没得选立刻答应 于是之后他又回到了老子园 老子园附近有个叫上乡村的地方 这里有个未曾出嫁的女人生了孩子 只见他全身通红 明显就不是人类的孩子 女人家里人不想养这个怪物 站在夜里把这个孩子抱到村头 准备丢掉 但把孩子放在那里准备回去时 这个老头动了邪念 想着如果把这个孩子卖到马戏团 那是不是可以赚一笔 这样想着他就回头要抱孩子 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孩子竟然不见了 他是被合同抱走了吗 从那以后老子园的深潭就有了两团红色的影子 一大一小的 而这就是齐熙在原野一带的合同故事 故事看完后 小帅还不准备走 接着他惊恐地看到水中好似有什么东西朝他袭来 关键时刻他立刻离开水池才幸免于难 可等他准备离开这里的瞬间 他没看到在他的脚腕上有道清晰的红手印 这是不是说其实合同已经抓到他了 只是不想伤害他的又放掉他了呢 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无死人 外婆去世了 兴奈便随着母亲来到外婆家收拾东西 母亲想拿走几件衣服 好留着想念兴奈外婆的时候独无私人 这件粉色衣服是必带的 因为它是外婆生前最喜欢的一件衣服 记得兴奈幼儿园的典礼上外婆就是穿着这件和服 时隔多年的今天再次看到这张相片 兴奈一时感慨万千 这时外面的电话响了 兴奈母亲听到赶忙去接 可就在母亲离开这个房间时 兴奈从抽屉中就发现了这本绘本 里面是一个叫死人的恐怖故事 在原野一带可是一直流传着死人会回家的故事 山口村佐佐木家的老婆婆去世了 据说是高龄算是喜丧 当天晚上他们家所有亲戚全都到场 他们这里守灵是不用全员守灵的 只要有人看着灵堂前的火堆不灭即可 所以除了老太太的小女儿和小外孙女其他人都去睡觉了 母女俩坐在火堆旁一边添火一边闲聊 大概是凌晨几点的时候 猛然间他们看到一个人从正门直接走进来 再看这个人走路的姿势熟悉的衣服 都和生前的老太太是一模一样 母女俩看到这都惊呆了 发不出一丝声响 而这个老太太也就直直的从他们身旁走过 路过探龙时 老太太的衣摆则被探龙勾住 随着老太太继续朝前走着探龙也咕噜咕噜的转了起来 此刻这个小女孩也缓了过来 再看棺材里躺着的老太太她已经被吓坏了 她年纪小见识少 不明白已经死去的外婆为何会突然回来 看着她朝着亲戚们睡的大厅走去 小女孩惊得险些叫了出来 好在这时睡在大厅的一个人醒了过来 再看到老太太的到来 她大声惊吼的喊了出来 下一刻所有人都醒了 而这个老太太在人群骚动的瞬间就慢慢消失了 在那之后的二期 也就是第十四天的祭祀赏识 老太太又出现了 只不过这次她就坐在家门口的大树下 没人知道她要干嘛为何会这样 而且据说这个事还不是首例 另一个村有一户人家妇女相依为命 然后有一天这个父亲就去世了 村里人帮助女孩办了葬礼 把她父亲下葬了 可就在她下葬的次日晚上 她居然回来了 这样恐怖的父亲还对女孩说 一起走吧 一起走吧 女孩被她吓坏了 并强烈地拒绝了她 然后她父亲就走了 隔天女孩醒来 还以为这是个噩梦 可之后的日子 她父亲几乎每晚都来 说的也都是同样的话 就要带女孩离开这里 女孩被吓坏了 无奈到朋友家借宿 可这个父亲就仿佛在女儿身上 安装了定位一样 每次都能精准地找到她 后来女孩真的生病了 村里人为了保护她 把所有精壮的小伙子们都聚集到一起 大家拿着刀枪棍棒地 就守在女孩家门前 但老头一出现 大家就要干掉她 可最终老头没干掉 女孩还反复被折磨了 近一个月才消停 类似的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 这种东西应该已经不只是 幽灵那么简单了吧 现在这个故事让杏奈几倍发寒浑身起鸡皮疙瘩 看完的瞬间她下意识把绘本放下 恍惚间一个身影走进屋中 杏奈没有抬头以为是换好衣服的母亲 可随后她听到母亲打电话的声音 居然从另一个房间传来 杏奈疑惑转身看去 她看到母亲走来走去的身影就没有多想 但再回过身的她没注意到 此刻自己的背后竟然多了一个人 只见这个人慢慢朝着杏奈伸出手 当杏奈终于察觉到在转身的瞬间 她就看到她死去的姥姥了